家常菜式 預備 3 食雞蛋 2 個蕃茄 少許芫荽蔥粒 和 1 粒蒜頭 把蕃茄切開一塊塊 如果想好一點和吃的時候 不見到蕃茄皮 可以把整個蕃茄放入滾水道 然後用凍水清洗 之後就像撕橙一樣 把皮撕出來就可以了 不想太多步驟和麻煩 就這樣切開一塊塊塊 炒就可以了 把三隻雞蛋發勻 味好材料就可以炒 開火 下油 炒一下雞蛋就開中火 不要太熱 油不需要滾起就可以下蛋了 見到雞蛋旁邊開始形結 就把它兜回去中間 不需要完全煮熟 因為煮滑蛋 之後都要和蕃茄再煮 成形就可以上碟了 如果不怕生和想再滑一點 見到還有少許蛋漿就可以撥起它 炒蛋先的好處就是不用小鑊 開火煮蕃茄 開火煮蕃茄 加少許油和蒜頭 煮蕃茄有幾個做法 通常食店都加些蕃茄膏 增加蕃茄的味道 而家庭式的煮法通常什麼都不下 或者比較方便加茄汁來增加蕃茄的味道 蒜頭有香味就可以加蕃茄 今次煮就要加茄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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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茄汁的做法 加1.3分2茶匙的糖 加1湯匙的茄汁 加1湯匙的茄汁 花茄炒蛋呢 菜份是比較好的 所以煮的時候要多加醬汁 先加半碗水 先加半碗水 再加半碗水 之後蓋上蓋煮淋些蕃茄 小小力按一下蕃茄 讓它多出些蕃茄味 加些醬汁 和快點淋 цу子 hive 您試試一下 蕃茄導一下 將蕃茄穴 勾兩三下就可以食火了 上碟 花茄煮滑蛋 上幾滑你自己決定 花茄煮滑蛋 花茄煮滑蛋